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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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人的生活習慣 我想應該都離不開手機 電視 以及我們的電腦螢幕 現在人生活習慣已經大大的改變 使用手機的知識非常的不好 每個人看手機看螢幕 姿勢都非常不好 因此非常容易導致肩頸痠痛 美國有一個研究發現 我們人的一顆頭 成年人的頭 大約是7公斤 那如果我們的頭 往前低頭到60度的時候 相當於承受4.3倍的重量 就是27公斤的重量 你想想看 你的肩膀背了一個小朋友的重量 27公斤在你的肩上 會不痠嗎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先放下你的手機 或者是呢 先把電視螢幕先關掉 休息一下 避免過度的使用 如果有規律的習慣 運動習慣的話呢 請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再來 就是當你已經出現 嚴重的疼痛或痠麻的時候 切記 不要用力再扭轉你的頭部 很多民眾這時候 都會很努力的扭轉你的頭部 甚至是往後癢 其實這都是要避免的 如果真的疼痛一直都沒有緩解 請要就醫 才是正確的方式喔 其實剛剛就已經有提到 肩頸保養就是第一個 你在看東西的時候 包含你的手機 電視 螢幕 記得都要在視線高的地方 不要太低 因為太低的話呢 你的頸部就會承受過多的重量 再來 我想我們一般女生 或者是男生背包包的時候 如果都被單邊 其實也很容易造成 我們的頸部疼痛的一個問題 再來 現在人的習慣 有時候都會躺在床上看書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良的一個動作 因為躺在床上看書的時候呢 你的頸部其實是呈現被擠壓的一個狀態 所以一定要避免 再來 講電話的時候呢 記得 我們很習慣會把它夾在側邊 其實這對頸部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喔 頸部運動就跟著我們治療師一起動一動吧 肩頸痠痛的運動最主要有四個 第一個是瘦下巴的動作 我們把兩隻手放在我們的後腦勺 然後做瘦下巴的動作 停五秒 一二三四五 放鬆 再一次 一二三四五 放鬆 這樣重複十下 第二個動作是頸側彎的動作 我們先把我們的左手放在我們的腰部 然後用右手拉我們的頭往右回彎 一二三四五 這樣子停五秒鐘 一二三四五 放鬆 再一次 一二三四五 放鬆 這樣子重複十下 然後換邊 一二三四五 放鬆 再一下 一二三四五 放鬆 重複十下 第三個動作是肩甲伸展的動作 我們把我們的左手先往我們的右邊伸展 把我們的右手壓在手肘的地方 往下壓停五秒鐘 一二三四五 放鬆 放鬆 再一次 一二三四五 放鬆 重複十下之後 換邊 一二三四五 放鬆 再一下 一二三四五 放鬆 重複十下 第四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是肩膀伸展的動作 我們把我們的兩隻手 往天花板的方向 做一個伸展 停五秒 一二三四五 放鬆 再一次 一二三四五 放鬆 這樣重複十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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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